麦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呼之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呢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陆陆续续的来学习一下 在我们这个UFD当中啊 一些常用的保留对象 常用的保留对象 比方说这个字符算加密解密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什么文件路径查找的一些对象 那咱们的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CLY什么PT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实际上是用来做这个 字符算的什么呀 加密的啊 字符算的加密的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以代码的方法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把这个方法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UFD启动 好继续 好我们新建一个脚本啊 我主要是演示一下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我再讲一下在我们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它大概可能这是什么用途啊 比方说定一个变量 假如说username password吧 好那么password等于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设定一个CLYPT是吧 DN 大家看到没有 后面自动的把它什么呀 打印出来那个1N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密码13456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password输出来 看一下效果啊 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提示的这个信息 大家看到 能不能看到明白 应该是看不明白的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把明文的123456 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象 做了一个什么呀 加密可以这样去讲啊 做了一个加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就什么呀 看不明白了啊 一个具体加密以后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但这个的话呢 在我们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 使用的话呢 还是比较什么呀 比较方便的啊 比较方便的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 因为有些时候啊 我们可能什么 需要把一些什么 比较敏感的信息进行什么呀 进行加密 对不对 进行加密 比方说我们做这个金融啊 电商那些业务系统测试的时候 那如果是对一些核心 什么系统资源 那么我们可能在测试的过程 不能以明文的方法进行什么展示 那这个时候什么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一个什么样 测试啊 做一个什么调用 也就是把它什么进行加密 加密完了以后再进行什么 使用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 大概是怎么用的啊 我们呢还是先录这个小的脚本 好 输入用后名 密码 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它什么呀 默认的就进行了一个什么 set secure 什么呀 把它加密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手动来处理呢 来看一下 dm password 是不是 然后呢 password 等于什么 cript 跟了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写怎么样 比方说mercury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用这个吧 这个地方就要换掉了 好 用这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经过我们的加密 处理过了以后 然后得到了这样一个支付传 所以说你应该能够理解 在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set secure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操作完了以后 它生成了这一段 这个 对于我们来讲 看不明白的这样一些代码的话 你知道它怎么来的 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得来的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能不能正常的运行 是吧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函数的话 一般的话可以用的什么 相对来是要求什么 比较保密的一些东西上面去 比方说我们举个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不一定是password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用户 比方说某一个用户的账号 那我读进来的话呢 我不能以明文的方法显示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把它转掉 那么这个在哪里来呢 这是个长量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变量来替换 假如是从一个cell表格读取了一些数据 比方说我们代的table 对吧 然后呢 后面给某一个字段 这样我们也可以啊 对不对 把它的数据取出来以后 加密加密完再和付到这边来 所以说在实际工作上可以什么 有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测试的话呢 对有些数据需要加密的话呢 我建议呢 你就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个操作 做一个操作 把它什么 调整一下 把它进一个加密 对它进一个加密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UFT当中的 第一个这个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我刚才说到了 主要就是用了什么 做这个密码的加密的 如果是你用这种方法的话 相对来说 这脚本就比较什么 安全 比较安全 而且呢 这个时候你用了那些数据啊 就不会在测试结果里面显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 大家看到没有 它不像我们之前是明文的在这里面显示的 这个地方都已经显示了什么 是加密以后的 你根本看不明白了 是不是 这样就不会导致密码的一些泄漏 对吧 所以这个方法呢 还是比较好 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呢 掌握一下 叫CRYPT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OK 那咱们的这个对象的应用就讲到这边 那么下一次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PathFind的对象 这个呢 是用来做一个什么 文件的路径查找的 好 那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